大家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二,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 摩根大通说套利交易平仓尚未结束,目前只完成了一半 摩根大通表示,由于日元仍是被低估最严重的货币之一 近期的套利交易平仓还有进一步空间,还没有结束 全球外汇策略联席主管AS表示 套利交易平仓至少在投机投资领域只完成了50%到60% 受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和日本央行加息影响,日元波动率大幅上升 套利交易在过去一周遭受重创 日元套利交易在日本介入低息资金以购买其他市场的高收益资产 之前是最受欢迎的一种交易,因为波动性保持低位 而且投资者押注日本利率将持续居于低水平 他表示,套利交易不太可能很快恢复到日元反弹前的水平 因为短期的急剧波动,对投资组合造成的技术性损害很难消除 好的情况是,市场在当前水平附近企稳 充气量可能只是轻微回升 他说,但在过往许多这样的情况下 你往往会看到走势会延续下去 只不过速度比之前要慢 多位美联储官员放歌 将对经济疲软信号做出反应 不能让就业放缓演变为衰退 当地时间8月5日 芝加哥联储主席Gusby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央银行将对经济疲软的信号做出反应 并表示当前利率可能过于严格 就业数据方面 他表示,尽管就业数据低于预期 但看起来还不像已经陷入经济衰退 做决定时应对经济走向保持一定的前瞻性 他表示 美联储的工作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就业率 稳定物价 并维持金融稳定 美联储对此具有前瞻性 会修复出现恶化的任何一方 他同时表示 如果经济正在走弱 那保持限制性政策立场没有意义 他同时表示 如果目前经济没有过热 就不该采取收紧或限制性措施政策 目前美联储仍在获得更多的信息 同日 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 在一场活动中表示 尽管美联储仍维持其政策利率不变 但承认其两个目标面临的风险是平衡的 本身就是一种政策调整 有必要在下季度进行政策调整 调整的幅度与时间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获得的信息 在他看来 美联储已确认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 重要的是不能让其放缓太多 以至于演变成衰退 美国劳工部 8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美国新增飞农就业11.4万人 预期是17.5万人 失业率4.3% 预期是4.1% 潜值为4.1% 随后市场担忧情绪蔓延 全球都个股市暴跌 股神巴菲特在日股的动荡中亏了多少 美国当地时间8月3日 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 公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 其已减持过半苹果股票 所持苹果股票账面价值下降了51.69% 同时 第二季度末 该公司现金储备为2769亿美元 再创纪录新高 可见 在此次美股大逃杀之前 巴菲特就提前成功逃顶 但逃过了美股 却逃不过日股 亚太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日经225指数 当日更录得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巴菲特所持有的日本五大商社 即伊藤中商市 顽红 三菱商市 三井物产 和驻有商市 在五日分别下跌 15% 18% 14% 20% 和18% 使得这些股票的过去三个交易日 累计跌幅分别达到 26% 35% 24% 34% 和29% 合计市值跌去约117.67万亿日元 按照巴菲特对五大商社9%的持股比例 这三日下跌使得股神巴菲特 亏损约2万亿日元 约130.45亿美元 不过 今天 随着日经指数反弹约10% 五大商社股价也普遍反弹 顽红在开盘后一小时内涨约15% 此前 在日本央行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下 伯克希尔自2019年起 通过发行日元债 获得了大量便宜的日元 即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 作为巴菲特昔日的黄金搭档 芒格生前曾详述巴菲特 投资日本股票的诀窍 日本的利率是每年0.5% 借期十年 而日本海外企业根深蒂固 他们在海外拥有廉价的铜矿 橡胶 种植园 和其他自然资源 所以巴菲特在日本 以0.5%的利率借钱 并投资日本股票 这些股票有5%的股息 所以能产生大量的现金流 无需投资实体经济 无需思考 无需任何东西 躺着看日经指数上升 用5%的股息减去巴菲特 0.5%的日元借贷成本 也就是说 巴菲特只需躺平 每年便可以赚到4.5%的分红 自2019年发行首支日元债券以来 伯克希尔是日元债券最大的海外发行商之一 在公司过去 40次债券发行中 32次选择了发日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伯克希尔已累计发行了价值约101亿美元的日元债 基于此 2020年8月 巴菲特首次对日本五大商社展开投资 总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 对每家的持股比例均达到5% 2023年4月 巴菲特时隔12年再次到访日本 宣布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7.4% 当时他还透露 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是伯克希尔公司在美国以外的最大投资 同年6月 伯克希尔公司宣布 已将其持股比例增至8.5%以上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反弹 当然这微微的幅度也不小 1%点多 但这1%点多应该是相对于昨天大盘指数的收盘而言的 先忽略这个比例 我们看一下K线的样子 这个意味着什么 你看今天亚欧时段的交易者稍微冲高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小抛压 对吧 有一定的上影线 我们看一下一条图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抛压 力度还不是说太强 所以美股时段如果向上冲 然后反向出现巨大的阴线 大家就要注意了 应该是拉高出货 或者是拉高赶紧跑掉的一些多头导致的 对吧 好 那昨天盘后 我们在一小时图上画了一个趋势线 但是这趋势线你可以稍微平缓一点 毕竟现在还是偏震荡上行的一个走法 是吧 我们就担心哈 这根横线对用的阻力区呢 会有较大的抛压 一定要注意哈 上方是有阻力区的哈 因为套牢盘现在的心态就是 赶紧跑 就是说冯高赶紧减减仓啊 不能说彻底跑 他们减仓的意图还是应该有的 对吧 如果仓位过重的应该会有减仓这种心理需求 那对于之前你做波段交易的这部分人来说呢 那现在呢 可以尝试减仓 可以试仓 是吧 那如果他再跌了呢 看他跌的情况了 啊 跌破这个位置也可以再减减仓 是吧 我指的是新一波试仓的交易者 因为试仓也是为了应对他 万一这真是底了呢 美股的变换 啊 这个变换莫测哈 美股的这个走势变换莫测 变化多端啊 想要完全把握他也比较难 所以一定的策略是有必要的 对于波段交易者应该尝试小仓啊 那么如果他继续震荡下行 咱们再找起稳的地方再去加仓或者是建仓 如果感觉跌破一些 比如说低点 比如说这根下影线的低点被跌破 你感觉你持仓不舒服 连试仓都懒得试 或者试仓的持仓都不舒服 你就先出来 也不要计较这么一点波动导致的一个亏损 是吧 咱们再等挖一个大坑之后再去布局 也是能赚回来的 是吧 但是啊 这仅仅是对于市仓的交易者是这么处理 那么对于重仓的交易者呢 你压根也 也没怎么踩到过我的思路哈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现在解套的心理非常严重的话 你需要在一小时图上画一个窄幅的 画一个小的趋势线 是吧 画一个小趋势线啊 哎 破掉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感觉不舒服 就应该开始减仓了 是吧 你不在高位卖 你就得在低位啊 为了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 就要减仓了 除非啊 你能扛得住啊 你觉得这就是敌了 你能扛得住 也行啊 也有能扛得住的人哈 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人啊 占比比较少 占比比较低 大部分人呢 他一呢 他不是做纯波段交易者的 第二呢 就是呃 他被声套之后 被市场情绪啊 被各种负面的东西 包括市场K线图的一个下杂 感觉不舒服 心理承受能力承受不住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需要减仓了 这是他自己想要减仓了 不是我让他减仓啊 我让他高位卖点卖的时候 他不卖啊 那么现在呢 你你如果为了降低自己的持仓 心理压力 你需要把这根小趋势线画一画 那如果今天 美股交易时段往上冲高之后 发现抛压很重 跌破这根趋势线 你可以开始少量 开始减仓 对吧 对吧 嗯 跌破这趋势线就说明 还要在二次探底 那这一节空间就不要 不要再让他回撤了 是吧 那有人说 已经跌这么多了 在在我在卖了 再弄下来 他还是亏的呀 但是你可以少亏这一节的 那还不如不操作呢 我是说万一 如果他把这个低点再砸破了呢 所以呢 啊 这部分交易者呢 他认为啊 这个回撤每次都是钱的 这是不对的 啊 每次不一定啊 他认为每次 他认为 他看到的质跌都是底 这也不是对的 啊 实际上都是 因为他持仓了 他希望 或者他主观认定啊 这市场一定是浅回撤 你看这波回撤就比较深了 那对于我们空仓的 或者是小仓位的 现在我们是尝试市仓的阶段 那如果见识不妙 还要再把市仓的仓位再减掉 啊 等待更低的位置再去接回来 是吧 总之呢 不能随便的加仓哈 当前位置都不是加仓 贪低成本的位置 不管你是重仓神套的 还是怎么样 是吧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因为啊 技术面一旦走坏 想要修复呢 还需要点时间啊 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能频繁的加仓 现在加仓是不可选项啊 只有小市仓 勉强可以接受 减仓重仓的人 冯高减减仓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你不能确定 这里是底部 现在不能确定了吧 这么长的影线也不是 也不一定是哈 所以说猜底也是很难的一件工作啊 虽然我们这个频道 不会告诉你特别清晰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这个走势是变幻莫测的 很难判定的 如果你每次都很坚定的判定 你迟早有一次像这样 或者是超级熊市那样 就会灭掉一部分散户啊 那这波会不会那样的 还不清楚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市场非常的凶险 非常的凶险啊 为啥 我们说市场可以直勾勾的双向运动 它不仅仅是直勾勾的涨啊 你说这不是牛市吗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认识到 特别是新加入美股那些小散户啊 你就要认识到 美股是比较难的 应该说非常难的市场啊 好了 这个认知要调整一下 随后呢 这个猜底这个工作呢 不要 不要太确定哈 这个东西 我们说只能市场 跌破地点还要先离场 是吧 那么重仓交易者 你要仔细思考你以后怎么去交易啊 重仓交易者我也没办法啊 你也没有听我的原来的交易模式啊 好的啊 那这是纳指 待会呢 我们再看几个热门的龙头 再感受一下 对于罗素来说 也是一个小反弹 大家看这些日线都有上影线 表明什么 表明还是有恐慌盘 就是多头啊 被跌的恐慌了 它风干就减仓了哈 至少亚欧时代的交易者是这么想的 对吧 他没有强劲的阳线威上去啊 想要直接威上去 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先不要那么想 道指也是如此啊 皮软吧 多头是比较皮软的 谁会在大阴线下直接就抄底啊 怎么说看看直接起稳的情况 一两根K线都不一定能直跌 你看之前这些直跌都有双重底 它行 是吧 都有双重底 或者是他洗盘较长时间啊 这些位置都有密集的这个支撑区 密集的双重底 对吧 多重底 所以想一根K线完全上去 有点难度 刚才这个投行还说了呢 那个套类平仓交易还没结束呢 还没卖完呢 是吧 人家还没处理完呢 还要再处理 至少市场短期内还会不断的震荡啊 这是乐观的情形 横盘 是吧 悲观情形就震荡再下跌一下 但是下跌的速度会减缓 所谓的下推 是吧 再来一个下行 这个推动 对吧 标普呢 标普也是如此 大家看 这个这个黄线横线呢 都变成阻力区了 现在 你看之前是支撑区来着 啊 上街回踩 踩这 哎 止住 那么反过来呢 技术面变成了阻力区了 变成阻力区了 想要围上去呢 也可以 但是呢 肯定得回踩确认一下 你看这个K线 多头不是很强势吧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至少横盘只跌一下才行 你要是横盘一下继续跌了呢 美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不要太乐观 只能试仓 好 看一下热门的标的 那今天盘前 诸多标的都有反弹迹象 我们看一下coin coin这个图 我们上周明确提醒过大家哈 周末的时候也特别说了一下 这个比特币行业跟政治挂上钩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破位的风险 是吧 我们的计划就是破位 卖 感觉周末比特币都跌了 赶紧卖 对吧 相关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抄底吗 也不能抄哈 不能抄 也要看直接情况 跌起来也很疯狂啊 英特尔呢 有点抄底吗 你看 抄吗 大家觉得 他盘前也涨了一点点呢 这点涨 涨幅 就算巨幅也不够吸引我 为啥呢 因为他没有给我右侧点位呢 所以我们说 大部分图都只能是左侧小市场 注意是小市啊 比如说英伟达盘前也涨了 这英伟达是真强啊 跌不动啊 可以从视觉上有这种感受啊 就是他的跌的空间 肯定比英特尔要小 但他也跌了四十块钱了 一百四到一百块了 今天盘前又反弹了百分之三 那那怎么办 只能试层啊 我们的卖点是哪来着 第一个卖点在这儿啊 有的朋友在这根银线就开始卖点了 因为那一天啊 这根大银线 这儿双重顶 大银线这儿 有一部分人感觉不妙 就开始卖了啊 那么实际上在这儿破位 才是第一次真正的卖点啊 二次探点也算是哈 但有时候二次不一定探点 有可能创新高是吧 这真正好的卖点 是这两根K线破位的时候 第二个好的卖点 是这儿破位的时候 是吧 后续呢 哎 感觉这要多头回归了 我们说得回踩止跌一下 他就没有止跌 他就破心低了 是吧 那么现在呢 现在止跌了吗 不确定 因为昨天是阴线 那今天盘前会不会跳空 拉升起来 然后全天又是抛盘呢 这个大家需要去观察 我也不能确定 总之呢 右侧点位没有给出 都只能是试仓的阶段 我们的交易模式 都是波段交易 对波段交易者猜底的话 左侧是试仓 右侧才直接起稳 才能加仓 纯右侧交易者 压根就没进场 是吧 纯右侧交易者 没进场的 说这波跌的 真比上一波深 没错 上一波我们就是为了 提防伸低 有一些处理 同样的操作模式 是吧 第一波黄线卖 对吧 二次探紧可以卖一下 二次探紧卖一下 第一波黄线再卖 是吧 但是上一波直接上去了 那这一波会不会呢 还不清楚啊 大家倾向于上还是下呀 是吧 不一样吧 同样的处理模式 这就是交易习惯啊 尽管这一波好像白弄了似的 但事后发现啊 提防的就是最后一波 那么SOXL也是如此 有的人因为买了这个亏死了 是吧 这跌起来也真要命 是吧 你看着好像挺浅势的 实际上从70块钱跌到了20多块钱 跌了百分之七八十 是吧 那么能 你要是不是波段交易者 不是波段交易者的话 那现在就希望他涨是吧 但他不一定能涨啊 我们说在这只能试仓啊 等待右侧再去考虑了 而且见识不妙还得跑 23.5又是新的指寸点 对吧 就下边的低点呢 又是新的指寸点 见识不妙还得跑 说还跌 我们这市场有一种悲观的情形 我有一期节目说过 说这个点如果迫不上去的话 A1B大C一下 再去测6块1这个点去 但是我当时说 这有点太悲观了 极度悲观了哈 但现在呢 已经走了一半了 我看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哈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只要有人能想到的图形 他都有概率的 有的人连想都没想到 有那样的走法 他当然不知道 可能会那么走了 所以我们即便是想到一些情形 也不一定想的全面哈 所以我们说市场 啥的图形都有呢 你不要觉得热门的 就不会怎么样 你看 是吧 我们说 你太爱他了 你就被他伤害 是吧 同时呢 这个K线能否指跌呢 不能靠阴线来啊 今天盘前涨也不行哈 也得再看一看指跌的架构 说真的再微上去呢 那些重藏的人 就三个高的了 是吧 就谢天谢地了 都已经 是吧 但是啊 对于新的一轮的 多头的波段交易者来说 完全可以小仓啊 先不要太过着急 不要老是抓这种波动 你抓时间久了 觉得自己很厉害 吃到有一天你吃大亏 因为你总觉得 自己有这种本领哈 你就 就忽略了风险 实际上这种 这种这种K线很难把握 后续呢 你也遇不到几次 你总是觉得 又是遇到了这个底 是吧 然后最后就被深掏 因为市场最后一次 就是要掏人的 什么叫最后一次 熊市 就是要掏人的 把你吃 把你赚的钱 都给吐回去 还得让你亏 记住 市场永远都是多变的 你不要觉得一直会怎么样 没有 没有涌流传的 一颗涌流传 那也是假的了 现在钻石也不值钱 对 没有什么恒久的哈 苹果呢 盘盘也微微的反弹 要是昨天抓这么一个日内交易 还可以 但是从大型波段交易者来说 不能去抓这种 对吧 不能去抓 后续再看一下 横盘止跌的情况 顶多说 200这一代 有可能有支撑哈 如果你已经建过仓 或尝试建仓 就守好200一代就行了 对吧 作为止损 特斯拉盘前也涨了一丢丢哈 下跌过程中也有反弹 反转与否 还需再判断哈 我们看一下里来 你看下跌过程中 有很多绿色的K线 但是它也是下跌中级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 不能反反他 IoT这也是 没有涨怎么办 破位应该离场 对吧 市场的变化 总是变 Meta这个也是哈 能不能止跌吧 Meta还最好一点的呢 至少是高位横盘 MU这个就不能踩底了吧 也跌得非常迅速 台积电这也不能踩底啊 大阳线也不行啊 说阿斯曼尔呢 也不能踩底哈 右侧点位再去加仓 会好一点 因为他也可以走这种熊市啊 也可以走这么深的 那个 所以现在小批买 我觉得风险会低一点啊 会策略会好一点 对吧 不是说那么绝对悲观 因为越跌的话 对多头越有利了 对吧 波段交易者是希望他深跌的呀 还记得吧 要不每次我卖的话 我都是白卖了吗 所以有的人嘲讽这种模式呢 就现在呢 跌得越深 对波段交易者越有利了 小仓买一起来 是吧 好 我们再看吧 这几天还得变化啊 再看一下 好 盘后再见 拜拜 拜拜